阿欲鼎礼地藏菩萨,真开心又沾法意。 地藏菩萨开示阿欲五戒,守五戒可保人身乃做人之基本。 不会堕落,看似很简单,但有很多众生都在不知不觉中犯了。 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有些人说,我从来没有做过杀人放火害人的事。 普通市民一个,其实杀人放火已经是很严重的身罪。 要吓得欲受暴的。 我们现在来听听地藏菩萨的慈悲开示。 听得如果有错,是阿欲自己的问题,阿欲简要复述。 菩萨开示如下。 一、不杀生,禁止夺取任何友情生命,清净素食是守此界的基本。 何谓清净,要严格守护棱眼睛之教义,与其有关身份不服不用。 即使与所有动物有联系的食品都不能吃。 例如,牛奶、牛油、蛋、蜂蜜等等与动物有关的都要戒之。 化妆品有很多都有动物成分,也不能用。 当我们生病时吃药,特别是中药亦很多有动物成分。 二、不偷盗,莫经过他人同意,将物品具为己有事为偷。 有很多人在公司,都有将公司的一些文具自用,甚至拿回家用。 又或者在公司打私人电话,手提电话在公司充电,用公司的影印机。 传真机办理私人档等等,如没得到公司同意,这些都属于贩偷盗借。 三、不携银,夫妻以外的性关系。 非时非的非气。 观看色情光碟,用注银工具,这些都属于贩此戒。 四、不妄语,说实语,不欺骗他人。 有就说有,莫有就不要说有,刻意欺骗更严重贩此戒。 方便妄语尽量不说,因为说多了对异时尚不好,容易习惯成自然。 五、不喝酒,借酒及麻醉品。 与酒有关的产品都不能吃。 例如俘虏多数有酒不能吃,尽管卖的老板会说只是用了很少很少酒。 只要是有一点点也是酒,除非要用是为了救命的可开方便。 还有很多化妆品都是有酒精成分的,就最好不要用。 宫廷地藏菩萨开世后,阿玉继续前去献判官了。 判官,阿弥陀佛,今天想请教判官关于乱伦的果报。 判官说,乱伦是道德败坏,扰乱社会风气,破坏人伦正气的行为。 地府慧言成此类众生。 但凡犯此类邪淫众生。 生前每次折服折寿二个半月,寿终入邪淫的玉之道伦的玉受苦五百年。 抱同柱的玉五百年,铁床的玉五百年,烟花翻滚的玉五百年。 建林帝玉五百年,这个只是普遍的乱伦所判出的刑罚。 当然具体刑罚要看实际事件做最终定论。 一刹那成白莲花已到导伦地狱了,这里的男龄比女龄多。 在这个地狱的乱伦龄,全是跟自己同辈分的异性亲人行淫。 即男跟嫂子、弟妇、姐姐、妹妹,又或者是妻子家中的同辈分已婚异性行淫。 女跟姐夫、妹夫、哥哥、弟弟,或者丈夫家中的同辈分已婚异性行淫。 2015-1119-203150下画线17068点JP一句。 道伦兵天地狱是有个很大的轮回转动,四面是很冷的冰墙壁。 上面是有点像一面镜子的冰,就叫冰镜吧。 这冰镜跟四面冰墙的冰不一样,它有一种透明度及照射度。 总之有镜子的功能,可以照线轮里面的情形。 那面镜子会不停飞出一些透明的冰,打在转动轮中受行众生的灵体上。 此时见一个男灵全身赤裸地走向大轮,大轮会吸住它把它整个关在轮里转动。 冰镜会放出冰打在男灵身上,每一块冰都会打得罪灵流血断手断脚。 痛苦万分,罪灵会拼命往外逃。 可是当他拖住受伤的身躯好不容易暂时离开大轮。 外面的鬼钗拿住叉子把它插起来又再丢进去。 情况非常惨烈,阿弥陀佛。 这时判官叫我再去旁边的采花见临地狱看看。 这个的狱是生前放根自己直系亲属或被强逼,或自愿行邪淫的罪。 假使是被逼而当场莫有欲乐心,通过忏悔就不必受刑罚,而有欲乐心,也必须受报。 凡男跟女儿、孙女、婆婆、奶奶或妻子家中的直系亲属异性。 女跟父亲、孙子、爷爷、公公或者是丈夫家中直系亲属行邪淫都要受报。 此地狱里面有无数看似漂亮的花,这些花有很多机关,花会变色。 看住这花好像很吸引人。 这时有个男龄光柱身子,充满银面的想去取花,花很快变了行缠在她的身上。 但花慢慢向下缠到男龄生殖器的位置时,就会立刻把生殖器切断。 血花溅到一地,血肉淋漓,之后花又会变成无数硬花片。 不断飞来把罪灵打到昏死过去,昏死后会有鬼叉来,用寒冰液体。 临在罪灵脸上令他苏醒过来,之后又不停重重复复受罪。 继续承受一次次痛苦万分的经历,早知如此又何必荡出呢? 判官说。 人间乱伦邪行为天地所不容,罪大恶极。 决定众判严惩,无可赦免,以彰显音律之无私。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,改天再来。 拜别判官,谢谢判官的引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